人家他時間打給你 你的上班時間又不對 他說我們24小時有人接電話 就來來回回 搞了一個月 到最後你知道 我妹妹跟我講詐騙集團 那這個人跟我講 他說我說你趕快告訴我 很嚴重的話我要跟我妹妹講 她是被盜刷或怎麼樣 對不起 保護個人資料 到最後你知道嗎 這個電話 所以 還好我不是相待 因為我看不到這個人 他到最後一打來 我就說詐騙集團 啪啪就斷掉了 你就知道這個保護個人資料 你說看起來很生氣 很火大 我確實是很想打火 我沒有呼 你就告訴我 你讓我轉 你告訴我說 她哪一個帳 她的帳 她的那個腳款不夠 你至少說一下 說一下嘛 對啊 你什麼都不講 她人在歐洲怎麼跟你聯絡 你說保護個人資料 你保護什麼 你天吵我 你保護個人資料 後來我一接 詐騙集團 啪炸掉了 所以你說這個很壞 但是護士應該不會 跟她講這樣的話 對啊 護士應該有 可是你要 我只是說 當然女兒對父親的病情 當然也很極 當然不對 絕對不行 我現在只講 保護個人資料有時候 大家用在各不同的領域 有時候會這樣 我只講一個 我聽到保護個人資料 生氣的原因這樣子 今天事件的三個主角 都不約而同的說 他們的壓力好大好大 所以才會犯錯 不管怎麼樣 錯了就錯了嘛 對不對 你們要拿出你們的 尬指出來承擔 不然後果就自行負責 那今天謝謝各位 哈新聞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哈新聞 既王力宏公布新女友照片之後 他的好朋友李雲迪也公布新女朋友囉 林雲迪人微博在11月27號晚間PO上兩張照片 直接表明這是她的女朋友 文章內容寫今天很開心 每個人都要真實的去愛 去被愛 大方介紹她叫田飛 今年25歲 是哥倫比亞金融數學畢業 在去年認識的 人很善良 消息一出 網友除了線上祝福 還留言開玩笑的說 該不會是在賭氣吧 還是在吃醋 原來就是在講王力宏 當天凌晨在微博公開戀情的這件事 自從王力宏宣布寫信後 女主角李靖磊背景也被網友起底 更被翻出早在4月 王力宏到英國牛津大學演講時 李靖磊就走在她身邊 還有網友說5月的鳥巢演唱會 女友也有到場陪她 以此研判交往至少一年半 過去對戀情三間七口 王力宏一反常態公開 連聯想兩人可能已經註冊結婚 經紀人也沒否認 只說王力宏會用自己的方式跟大家說 這次哥倆好各自公開自己的喜訊 也讓演藝先添加不少有趣話題 TVBS新聞國際委員長會這麼的 資深藝人珍珍跟劉家昌傳出婚變 據說是因為十億家產分不攏而告吹 但目前兩人都沒有證實這個消息 我根本不認識她 我根本不認識她 我看不會吧 留這頭短卷髮配上秀氣瓜子臉 珍珍1973年演出電影踩雲飛 氣質又娴熟被封為台灣第一代玉女明星 你不是上船了嗎 我上什麼船 我又沒船員陣 我只有汽車架兒執照 還曾經和秦祥林合演電影敲立外形 讓珍珍受到中港台 還有東南亞觀眾喜歡 是當時的文藝片首席女星 曾經和謝賢有過一段婚姻 當時劉家昌不顧珍珍人妻身份苦苦追求 珍珍離婚之後再嫁劉家昌 兩人結婚35年 目前幕後總是甜蜜現身 2010年珍珍接受胃腫瘤切除手術 劉家昌表現的百般呵護 沒想到金馬五時卻傳出兩人烙焰紛飛 據傳劉家昌愛上賭桌式 壓倒兩人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 珍珍不但常接到討債電話 而且劉家昌只有在要錢的時候 才會跟珍珍聯絡 另外就是孩子的教育問題 其實從小就是習慣就是叫父親跟母親 因為我爸也叫我媽媽母親 劉子倩出專輯 劉家昌堅持讓兒子唱舊歌 知情人士透露不是為了力挺孩子的音樂夢 而是想利用劉子倩重出江湖 也有一說他比較疼憨前妻江青的孩子劉繼朋 加上個性不和 釀下珍珍想離婚念頭 沒有他我又活不了 曾說沒有老婆活不下去 但據傳兩人已經分居兩年多 協議離婚至今劉家昌已經兩度要求 分10億家產還賭債 婚姻狀況亮紅燈 夫妻倆暫時沒有證實 DV新聞綜合報導 好新聞明天見囉 拜拜 拜拜